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2日 早上5点就起来了 整理车子里面要用的东西 磷酸铁锂电池前天就充满电了 车上的油也加满了 充烂板也带上了 我要出门两天 去华联市区的各个部门修改 驾照、护照、银行卡、电话门号、健保卡 然后下午去传说中的海货风诗集 晚上睡海边 反正有车顶帐篷 有电池 我还能晚上剪辑Vlog影片 画链的抬酒线的风景总是这样 我是看习惯了 不知道在城里生活的观众会觉得怎样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嘛 我应该是生活在别人的风景里 到达花莲监理站 别人在场地里练习考机车的路线 我去二楼很顺利的换好了 汽车驾照和机车驾照 前几个月有次被三个警察截停 我报了身份证号嘛 结果人家没有查到驾照 认为我驾照还是统一证别人号 警察追上我发现是我当时机车车牌被树撞歪了 他们提醒我早点修好 然后去外交部东部办事处申请新的护照 提交了自己拍摄的照片 结果照片的大头照不足3.2厘米高 所以我要找个便利店重新列印了一份大的大头照 申请的新护照也会有更大的台湾字样 接下来是去换电话的名字 把我花重金在中华电信买的黄金门号 西码转网到远全 覆盖原来的号码 继续享用8GB流量加5M速度吃到饱的服务 虽然远全的讯号覆盖不如中华电信 但是通话会便宜 我还有一张中华电信的eSIM卡 双卡双待 各有优劣相得一张 我还去中央健康保险局把健保的名字也改好了 认识我的人一定很奇怪 你不是周术光吗 怎么改成左辣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我就不在这期的Vlog里面介绍了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且听我下回分解 跑完多哥政府部门后 下午3点就开车到了海货峰市集 这个市集像音乐节 也像美国的火人节 也有点像电影疯狂的麦斯的场景 在宁海的山坡地上 用推土机推出空地 我可以 kam按下车sized 我快就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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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把揭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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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